你很快就收拾了 他說 這裡的人很孤寒 只是懂得拿 隔壁店的人 跟我說 你這麼傻呀 做這些事 我們有跟他說的理念 真是教育 我們做了一個月 將我們圍滾出去的義工 周邊的街坊買完菜 拿著一袋菜 拿幾條菜芯給我們的義工 拿幾棵蔥給我們的義工 一些菜販見到那件圍裙 都給兩堆蔥幾塊薑 這個就是教育 整個社區因為這間餐廳改變 只要你肯熟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所有人都看著 那因免費素食餐廳 由開業至今已經營運了一年有多的時間 期間提供的素食午餐已經超過6萬份 除了提供免費素食 還有不同的義工在感恩為街坊提供 好像移陳推拿、收鴿、展發 以及派送乳行衣物等等不同範疇的服務 其中參與義工人數近超過250人 全靠這班義工的努力 感恩才能夠順利營運至今日 但是究竟是什麼推動一班的義工 這麼熱心幫人呢 就讓我們一起聽一下 以下這幾位義工的分享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明珠,你呢? 我叫徽明 是,你呢? 我是Jennifer 是,我們都在感恩做義工的 今天見到寶仙老師有在介紹 要開一間感恩免費素食餐廳 給任何人來吃一餐 安安運運的午餐 打了我的電話來感恩 阿店一聽電話之後 叫我明天來見工 我來了之後 就寫了一份申請表 當時阿店長就 有義工教我們做事 我做完 阿店長給了一個機會 我可以幫到人 這個是有意義的工作 還敢嘗試來吃一頓飯 試一下這些素菜 行不行 吃了一頓 我便知道原來是招藍義工 我又嘗試一下 當時又不用上班 我看我自己能否接受到 我能否適應到 有沒有能力做這份義工 不是說口爽爽 說做就做 接一下之後 我覺得OK 環境和感受 我很良好 我就開始做義工 初初一、兩天 整整一下 現在又多了 其實我們都很感謝保釁老師 這次提供一個平台給我們的 因為不但只可以幫到人 其實都可以幫到自己 因為我們其他義工 來自不同階層 有些做護理 有些做銀行 有些做空姐 有些做設計 其實大家都像集牌軍 甚麼都不懂 我們多得就是華哥 大廚教我們設菜 做其他東西 我們現在已經很專業 這個團隊已經 我覺得這裡大部分 入來的食客 多數都是長者 他們臨走的時候 多數都很客氣 有時候因為長者坐下椅子 尤其是梳化 是很難起身的 我們有時候見到 馬上扶起他們 他們一聲麻煩 感覺是非常之好 感恩的義工工作的時候 永遠會不自覺 流露著喜悅的少人 雖然沒有任何實質的回報 但幫到人自然會開心 而被人幫的呢 就更加感受到那份溫暖 我們又一起聽一下 感恩的食客 有甚麼想和大家分享 我在這裡呢 減激 這些菜是好吃的 又不肥 又不鹹 這些義工很好 很溫柔的 做事 即是對我們老人家 沒甚麼大聲 沒甚麼 每個義工都很好 即是有時候 我早來 他很招呼我 太風了 怕你凍傷了 進來坐下 他特別讓我進來坐 每個人很溫柔 你說飯不夠飽 煎飯 那你大起雙手 很快來到 我很感恩這裡 這裡的素食 適合我們老人家 老人家又怕膽固醇 素食又最好 這裡的義工 每個人都好得很好 態度又好 而且又乾淨衛生 希望長期辦下去 辦下去 這樣便能益到 我們老人家的受惠 那些老人家又開心了 所以我一時回廣州 我是廣州的 回廣州大陸 他說 為甚麼你們香港這麼好 有免費飯 我說是呀 我吃了年多 我說 但是我們每個星期都捐助 他那裏有個捐款箱 人心肉做 別人給你吃 又幫你洗 又幫你買 又煮 我們每個星期都拿些錢 一班義工的心意 切切實實地傳遞到每一位食客 每一位街坊 甚至乎是每一位香港人的心裡 不單只是表面上的幫忙 他們更加將行天明的精神宣揚開去 私給仇更有福 相信他們的無私奉獻 也令不少人學會了這個道理 一個能夠互相守望 關愛共用的社會 就是需要這種精神作為祭石 識吃識福 秉持環保理念 以禮通常 建構溫暖社會 這個是感恩一直以來秉持的理念 全靠一班義工的努力 這種文化才得以發揚 希望往後感恩能夠幫到更多的人 並且將這種愛與善 互相幫助的文化 繼續宣揚開去 拉近人和人之間的距離 令社會變得更加和諧 在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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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溫暖